歡迎繼續收看《要財財經台》 繼續我們職場教導資問必答的環節 身體嘉賓仍然是來自《要財證券》的事務總監郭思智先生 葛Sir,你好 跟進一下內地股市收市的表現 上陣指數升10點收市,收報2392點 以半日的高位收市 互深300指數升21點,收報2584點 港股方面,恆新指數跌26點,做21452點 國企指數升50點,做11739點 葛Sir,講一下過股的表現 昨天175,吉利跌很多下跌 今天又再跌,跌4%,做2.92 昨天有個外電報道,富豪汽車VOLVO 計劃與大股東吉利集團組成汽車生產合營 擴展全球最大的汽車市場 報道指,富豪方面在2個月內公佈詳情 我覺得這算是利好的消息 但昨天吉利方面,有些獲利回吐的沽盤出現 問一下郭Sir,現在吉利的情況是怎樣呢? 由年頭開始,累積升幅已經不少了 由1.7毫嶺升至3元的水位 其實很多大行出報告,對吉利的看法都比較保守 有些將目標價擺遠一點 只是在過多銀錢,過百座的水平 其實汽車工業 我自己覺得最難捱最壞的那一刻 應該都已經過去了 你看美國的情況 消費已經慢慢慢慢回來 不用多說了 只是看那個道指上13005點 碰一碰 已經重了四年來的高位 一旦第三輪的量發寬鬆貨幣推出來 房價如果有機會是回暖 更加會刺激消費 早幾年受到金融海嘯也好 歐債危機移雲也好 其實整個汽車板塊的確 那分鐘不能夠看好的 因為要實施的緊縮經濟政策也好 要省一點勢也好 汽車很可能對敵人來說 不是生活的必需品 況且也是一個比較貴價的奢侈品 所以當時一眾汽車股 都備受顧額 但是吉利本身我們有自己的品牌 跟富豪的合作很可能 協同效益 雖然這麼快見不到 但未來只要經濟慢慢走出局底 最終是可以有一個比較正面的效益出來 股值方面以往值來說 差不多14倍的市盈率 一半而已 不算很貴 股價剛才提到 由一月初旬的過幾人錢 升到近期的高位3.25 一倍 升足一倍 任何股份就算是更強的 基本因素也好 當你的股價在短短一段時期之內 能夠是升上倍的話 你說高台上沒有整固 又是怎可能的事 由3.25回落到現在兩個9.25 只不過是10% 但是由低價上去 都已經升了一個多人錢 即是一倍 所以只能夠說 技術上處於一個 升後的整固 不過 由於 股價 跌下多一點 已經跌穿了十天的平均移動線 即是說過去這10天內 平均買貨的人 都沒有什麼錢賺 至於高追了那些 如果屬於短炒那些 其實現在這分鐘 就應該考慮 是減不減半或者止不止蝕 無論怎樣 一個月的低位 是2.9元錢 這個防線很重要 技術上一旦正式跌穿了 其實今天曾經見過兩個8.56 不過碰一碰 今天就回來了 但如果收市那一刻 真是跌穿2.9元的話 下一個防守性據點 真的要去到兩個7.5元到兩個8元 矮仔落樓梯 慢慢慢慢落 不會跌 插不太急 基本因素 其實那方面 我自己覺得 就不是完全沒有可取的 雖然 如果買汽車股 我始終認為 都是寶馬系列的 華晨中國 和 東風 還有長城 這些比較可取 但吉利 其實都有少少少效應 因為小 小小隻 小小粒就容易移動 你看看 過六元錢一個雙倍 就三個二毫半 你又不見 百元九元的華晨 能夠升上十七元 那麼大隻 很難的 是不是 對 都看現在最新的股價表現 都是以吉利 跌得最多 跌4% 做2.9 3跌1.2 比亞迪方面 表現非常好 升近4.3% 做25.4 東風汽車跌近0.7% 做15.48 華晨升近半個百分點 做9.34 國安氣集團升近2.7% 做8.89 其實 其實見到 比亞迪 其實今年以來 表現 亦都是十分之好的 問哈哥Sir 其實比亞迪的情況 又如何分析 比亞迪 我看得比較淡 我看基本因素 電動汽車 是有政策去扶持的 這是無用 置疑的 況且 股神入股的時候 曾經有一個很大的效應 否則怎會以倍數上升 不過這是上一個浪的事 由高台下跌到最低10.09.2 跌的幅度亦比較明顯 亦比較深 所以往往急跌後 有些技術上的補倉 和低位 引來一些資金的炒作 但無論如何 近期來說 由10.09.2 急升到上28.45 累積的反彈力度已經很明顯 很厲害 由於基本因素只是一般 所以高追了的朋友 真的要小心一點 其實都不需要我多講 大家可以想得到 雖然 行業的前景仍然是體好 因為環保一些 發電也好 環保汽車也好 任何 侵蝕到環保的話 市場都有 一定的憧憬在這裏 或者政策也不斷扶持 但是 有一個實際的應用 大家要明白 一部電動的車 和一部汽油車 是完全兩件事 你開一部汽油車 在各境內那麼大 你可以穿州過散 去到哪裏 油入門 就繼續走 到沒有油 又繼續入油 這個 免得 可能15分鐘已經 什麼都搞定了 其實不用15分鐘 除了排隊之外 但是電動車就不同了 因為 充滿電之後 你只能夠 在城區之內 是百多公里 這樣走 走得太遠的話 一無電 車就跪下了 走不了 除非 有個地方 你的車 跪下了 或者打個電話 立即有人送電給你 然後幫你充滿電的鋁電 車又可以再開行 或者去到某個地方 拍下這部車 放下兩塊沒有電的電池 然後放兩塊有電的電池上去 那你就可以繼續走 這個 情況當然不同 但是要做到這一點 投資金額天文數字 中國國境內那麼大 一個省去一個省 分分鐘都說成幾百公里 你那部車只走得百多公里 走到一半已經跪下了 那怎麼辦 就是說 在城區內 繞著繞著繞著就沒有什麼問題 充滿電的時間也相對比較長 這個暫時先天來說 都是有一點點不足 不過無論怎樣都好 是可以減輕 空氣的污染 始終還有一件好事 不過順帶一提 所有的環保汽車 都是很環保的 是令污染的 但是 那塊鋁電 用完之後 幾年之後 你要處理它 不要去 那塊鋁電就不環保了 即環保當中 也有一些廢料 是有少少就是瑕疵 希望以後的 科技技術可以改善這一點 好啊 那 像郭Sir所說的 看看科技會有什麼改善的方法 剩下時間和你聊聊個市 今天最高位是21,469點 低位21,302點 恆新指數現在跌20點 還在21,457點 怎麼看? 郭Sir的市 簡單說 我一直都說了個市 只要一天 還沒跌穿 十天平均移動線 你就繼續向上望 當然 這個月的波幅 已經有1,491點 是由20,269點 到21,760點 其實就不算很多 但不要忘記 一月份的市 已經升了2,287點 或者 由17,821點的開步 到這個月的高位來講 這個小升浪已經升了 3,939點 三幾百點的反覆 整固的消化 有什麼出奇 這樣就要看 整固的消化反覆當中 指數有沒有跌穿十天線 因為一旦跌穿十天線 比較具防守性的支持 將會退守到250天線 我不是說跌穿250天線的市 會大跌 而是一旦市觸及十天線 即是整個軸沉頂的形態 會起了變化 也代表市 需要做深一點的調整 不過實情到現在為止 指數仍然站在十天線上 即是說第一 格局 屬於緊咬高台而不放 第二就是形態 仍然處於續沉頂的趨勢 左市的頂 暫時說 今個星期一的高位 21,760 那就要看下個星期 而之前的好友大會 會不會再發動升勢 謝謝郭Sir 看看期指的表現 現在升44點 還有21,472點 謝謝郭Sir 麻煩申報一下 剛剛提過股份有沒有持有 沒有 稍後回來 五間總結束環節 再見